师尊 您可是北国的天师 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你作为北国龙手手领 来这里干什么 师尊 您为了师母 抛弃了整个北国不管 如今又跟着回了程家 程家对您百般厌恶 徒儿实在看不下去了 五年之前 我的妻子为了救我 未婚先孕 这些年受尽了委屈苦楚 我要补偿他们 你作为龙手手领 回去吧 师尊 您要是真的不和我走 那徒儿也不走 徒儿要留下来保护您 既然如此 那你就保护好我的妻儿 是 师尊 岳父 您怎么来了 您好岳父 我可没有你这个臭一夫的女婿 爸 你这是干什么呢 晚上加宴 记得准时到 好 一龙 你去收拾一下 晚上咱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好 冯雪 晚上这个脱油瓶就别带去了 你奶奶看着我会生气啊 爸 不管奶奶认不认可 一龙和儿子都是我的家人 哎 真是造孽 又喝 你终于肯回来了 来就来吧 怎么还带着一个小混蛋 跟这个穷打鱼的两个脱油瓶回来 你是故意来给奶奶添堵吗 陈雨雪 你赶紧把脏兮兮的脱油瓶子丢出去 别污染了程家的空气 应学 这是程家的家宴 你怎么把他们带回来了 还不把他们赶过去 他们是我家人 家人 我们程家才是你的家人 这顿饭不吃了 妈 我们不吃了呢 咱妈呀 是看到这恶心的脏东西 没胃口了 哎呀奶奶 您身子不好 还是要多吃几口 千万不要喂了那个脏东西 捂了您的胃口 还是别吃了 奶奶 孙儿特地给您买了高烟的海参 咱们下次再吃 不错 还是小宇你们有小些 不像某些人 一天天净到胃口 奶奶 我这就将恶心的东西踢出去 程宇 他们是我爱人和儿子 就算你再不喜欢他们 也不能这样过分 哼 程宇 一个小混蛋和一个臭渔夫而已 只会让别人笑好我们成家 不把他们赶出去 等着别人来笑好我们成家吗 不把他们赶出去 等着别人来笑好我们成家吗 好了好了 都是一家人 妈 快让他们入座吧 爸 什么一家人 我们成家可没有这么低贱的 余妇女婿和小混蛋 他们呀 不配入习 某些人最好有自知之明 既然这么不待见我们 老婆 我们走 够了 宋家派人马上到 让人看见像什么话 奶奶 宋家那边的人他们说过不来了 发了一封邮件 我宁给你听吧 快宁给我听 奶奶您别着急 老夫人贵安 二十年前 宋家主与成家老爷 定下一门婚约 如今时间已到 希望两家钢铁 尽快交换成婚 那这个婚约 定的是哪俩人啊 我再看看 我家大公子和小姐都未婚 成家少爷未婚可配我家小姐 听说宋家天津 从想流落在外 还毁了容 举止还粗笔跋扈 找回宋家后 还天天泡在小诊所不学武术 这样的女人 怎么能配得上我儿子 奶奶 那种丑女人我可不会娶 我就喜欢欣欣 宋氏集团 资产上千亿 与宋氏联姻 我们成家百利无遗憾 能更上一层楼 这个联姻 不能回 爸 可是我已经有信心了 我不能辜负信心 伯父 我和宇哥是真心相爱的 你可不能拆散我嘛 再说了 宇哥也不能娶那个粗笔不堪的宋家女啊 儿子 宋家的实力你也知道 只有你合适 你就牺牲一下吧 胡说 谁说只有我家儿子合适 宋家不是还有个大少爷吗 让应雪嫁过去 也可以和宋家联姻呢 奶奶 据说这个宋家大少是个残废人 没有哪家肯愿意嫁过去 要是成应雪肯嫁过去 来年再生个儿子 不就可以继承宋氏家产了吗 对啊对啊奶奶 这可是大好事啊 成应雪最合适了 成宇 你在胡说些什么 合适什么合适 我已经有老公和儿子了 那又怎么样 让他们滚一边去 成应雪 你要是嫁过去了 就成了富太太了 这一辈子的赤川就不用愁了 总比嫁给一个臭渔夫 带着个小混蛋 强了不知几十倍呀 成应雪 你要是嫁过去了 就成了富太太了 这一辈子的赤川就不用愁了 总比嫁给一个臭渔夫 带着个小混蛋 强了不知几十倍呀 既然这么好 你们怎么不嫁 你们想都别想 要嫁你们自己嫁 这样的福气 别人想要还没有呢 哎呀奶奶 您看应雪姐 咱们好心劝姐 她这样不知好歹 老婆 他们不怀好意 留下来被他们算计吗 咱们走 等等 成应雪 小语和心地说的对 你就嫁过去吧 有我在 我是不会让我老婆嫁给别人的 多闭嘴 成应雪 成家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也该回报成家了吧 难道不成当白眼狼吗 我不 好了 就这样定了 爸 你是我亲吧 你也要硬生生拆散我们一家三口吗 应雪 你就嫁过去吧 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成应雪 那位宋大少爷 人虽然残疾 但人是初婚啊 你还赚了呢 哼 你一个生过孩子的残发败柳 打着灯露就找不着的好事 被你碰上了 就应该感恩替零 乖乖等假 是啊 我们庆祝一下成应雪即将成为宋夫人 臭渔夫 你听说过十二万一斤的海参吗 没吃过吧 这个穷渔夫 他哪见过那么多山珍海味啊 宝贝 你说的对 那就大发慈悲 赏他们尝尝吧 成员 你太过分了 哈哈哈哈 哼 说这个废物你还心疼了 你嫁过去可就是宋家的人了 就别再想着这个废物了 快滚吧 霓龙 怎么办 他们把我的生成八字都拿走了 领证怕也就是在这两天 他们怕我逃婚 现在连门都不让我出 这帮成家人 老婆 你放心 有我在 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师尊 有何分布 你去给我查查北市宋家 我要宋家的全部资料 北市宋家 师尊 是宋氏集团吗 怎么 你知道 师尊 小师妹就是宋氏集团千金啊 哦 原来是自家人 嗯 哎 他这天天跑医院诊所的 没治好他那残疾哥哥 师尊 小师妹如今可被称为神医 早就治好他哥哥了 不过对外从未宣称过 哦对了 他听说您回来了 想要为您接风洗尘 你有时间吗 正好找他有事 你安排时间吧 是 是 走吧 走吧 承许 宋家大少爷已经到民众局了 就等着你了 你们死心吧 我是不会去的 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今天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保镖 给我绑了他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妈妈 小混蛋 你给我闭嘴 扶着我弄死你 承许 别动我儿子 保镖 给我把他们关笼子里去 承许 只要你乖乖成为宋家太太 我就把儿子还给你 你放开我儿子承许 放开我儿子 放开我儿子 师尊 你终于来看我了 不错呀 都成神医了 再接再厉啊 当年要不是被师尊收留教导 也不会有今天的我 要感谢师尊的栽培之恩啊 师尊 不好了 小少爷被承许抓走了 师娘也被绑去民众局 他们要逼着师母家人 什么 我老婆孩子要是有什么事 我让整个成家陪大 我老婆孩子要是有什么事 我让整个成家陪大 师尊 他们要逼我师娘跟我哥联姻 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事啊 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跟我哥打个电话 这事你别管了 义军 你先去救我儿子 我老婆肯定很害怕 我先过去 是 师尊 怎么回事 臭渔夫 原来是你 你老你总算来了 咱们儿子被承许抓走了 你赶快去救儿子 小老婆你放心 儿子已经没事了 吓死我 老婆 该死的臭渔夫 你敢对我动手 我让你后悔你的所作所为 好大的口气 保镖给我绑了 助手 我看谁敢动 哪儿来的黄白眼头 别多管闲事 成语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是谁 长得倒是清水灵 我管你是谁 你敢挡老子的路 就是老子的敌人 宋家 小姐 少爷 这 这是宋家的小姐宋一心啊 冤家一节不一节 咱们找个地儿屋里谈吧 那好吧 城管家弄错了 宋家千金不是毁容了吗 怎么可能这么漂亮啊 错吧 珍珠当鱼目 宋家千金 可比张欣欣漂亮的不知百倍 早知道是这么漂亮的大女生 我怎么会拒绝 只要娶了她 还能够到分屎集团 你叫一心是吧 我护股本带了 咱俩现在去领证吧 哼 我可是听说你嫌弃我呀 所以这联姻才换成了 城家千金和我哥呀 误会误会 你肯定听错了 城阳学都有孩子了 怎么可能陪得上宋大少爷呢 是吗 那他们怎么回事 今天不是他要和我哥领证吗 当然不是 城阳学虚荣贪财 故意乱谈消息 小生米煮成熟饭 我这是及时之损 这不是正要把他绑回去吗 城阳学 你说是吧 城语 你之前嫌弃宋家千金 毁容难看 强迫我们家应血替降 现在看人家长得漂亮 又想反悔了 说不准 还打着算盘 惦记人家家产吧 城语啊 你这如意算盘 打得挺响啊 好啊城语 装个人模狗样 竟然打的是这种缺德主意 臭渔夫 你胡说什么呢 一心 你别听他们瞎胡说 我得真心喜欢你的 哼 你当我是傻子吗 城语啊 你回去告诉城家 敢这么戏动我们宋家 这联姻彻底失败 从此以后宋家和城家 不会有任何来往 一心 你别走啊 人心不足 十分像啊 自作自受 臭渔夫 都怪 我今天跟你没完 城语 老夫人来电话 说宋家跟咱们解除了婚约 他现在很生气 把你马上回去 老婆 没事啊 现在宋家解除了婚约 他们不会再逼你了 我不怕了 只是这件事 城江 别诱惯在咱们头上